大家好,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我是明鏡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 河北一把手不去鳥州救災 在鴻安穿皮鞋視察 全鳥州下族客令,外地救援隊紛紛撤離 網友紛紛捐一分錢,嘲諷北京紅十字會 習近平親手埋下兵變禍根 在進入話題前,首先感謝網友WinWin9233對我們的愛心支持 另外還請大家點讚訂閱 你的支持能幫助我們這個頻道成長 讓更多人了解真相 據美國之音報導自7月29日起 京俊喜因強港瑜引發災情 北京受災主要在部分郊區 以防山與門頭溝為主 受到影響的人數有限 而河北省德州市因為市區大部分被洪水淹沒 災情願比北京嚴重 目前德州全域停水 部分地區停電、斷網 物資也相當缺乏,包括缺乏糧食 陳女士的爸爸是德州當地學校教師 已經退休,住在家屬樓 距離北區馬河較近 陳女士說7月31日下午開始漲水 晚上她還曾與困在樓中的爸爸聯繫到 但第二天早上就聯繫不了 當時在小區微信群中 手機還有電、有信號的居民發消息說 院裡漲水很厲害 兩米高的屋完全浸曬 屋頂也看不到 家屬樓中露連教職工較多 兩天兩夜過去沒有任何救援人員進去 也沒有任何物資補給 德州市憑撥水案 花城社區株綠一單位的一位居民 被困三天後在微信上發影片說 一家人已經兩天沒有吃飯 兩個月大的嬰兒也急需奶粉 因為大人沒有牡羽 一樓的水深有兩米 樓四周是一片汪洋 小區沒有水沒有電沒有食物 沒有任何物資可以讓他們支撐下去 急需幫助轉移細路 洪災發生後 中共印度輿論將責任歸結為 村民沒有將官方通知當回事 但許多當地網友爆料 事前很多人根本沒有接到要求撤離的官方通知 一些專家指出 河北省白陽電原本是一個天然的洩洪區 但當局在白陽電周邊建設同安新區 為了保住習近平的這個政治工程 當局另闢洩洪區 導致包括剁州在內多個地區被淹 雷德著名水泥專家王偉樂表示 經過多次人工調控後 河北蒙前最大的問題是 它變成了一個人工的河流系統 換句話說就是可以人為地控制這個洪水走向 中共想讓這個水往南走它就往南走 想讓它往東走它就往東去 這就是中共治水的一個核心 就是洪水也要聽黨指揮 河北省委書記魏岳峰1號至2號 在保定和洪安檢查防信救災工作時強調 我們要減輕北京防洪壓力 堅決當好首都胡誠河 此番表態印發網上一片討伐聲 網友認為魏岳峰不顧河北百姓的死活 向習近平表忠心 一些網友說不是民選的官心裡只有皇上 評論人士周曉輝贊文表示 魏岳峰名義上是檢查防信搶險救災工作 實則是在這裡做一場公關show 上可以應對交差下可以玩龍玩龍老百姓 為什麼說他是在這裡做show? 魏岳峰一行全部穿著黑色皮鞋 這樣擺明就是不會去真正的災區 如果真正想了解災情 為民災民 最應該穿的就是水蟹 魏岳峰一行不敢深入真正的災區 他們才來到迎臺市順都區唐輝橋 在橋上拍照後 他們來到災民的臨時安置點之一 順都區前南浴賓館 魏岳峰行入一個災民的房間 一對老老實實的老年夫婦接待了他們 這明顯是官方事先安排好的 與受災嚴重的德州相比 迎臺市災情相對沒那麼嚴重 魏岳峰選擇到營臺去為民災民 而不是剁州 應該就是怕民眾執民 怕自外生枝 周曉輝表示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海峽對岸 被中共狠批的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等人 堪查災情的情景 2018年台灣總統蔡英文 去南部堪查災情 全程穿著水鞋非常親民 他第二天在Facebook上說 我們去了浸水最深的地方 很多民眾來訴苦 急著帶我去他們家 去看浸水的情況 蔡英文寫道 我知道浸水最嚴重的地方 當地居民的情緒一定很強烈 我到第一線就是要了解情況 也感受他們的焦慮和不滿 讓鄉親感覺到政府和他們在一起 他們沒有被忽略 此前的台灣總統蔡英九 2009年8月前往高雄 陷冊災害時 居然在大禦中傾聽民眾的抱怨 周圍沒有人幫他擔擠 面對民眾的責難 蔡英九並沒有發火 而是認真地傾聽 還有網友曬出 已故總統掌經過當年陷災的歷史照片 照片顯示掌經過身體一半浸在水裡 和救災官兵在一起睡 周曉輝表示 民主體制下的領導人和官員要撫下身子 傾聽民眾的聲音 要珍珍恥々地為老百姓辦事 否則就會在下一次選舉中落敗 這樣的對比再一次讓中國人明白 民主和專制體制的差別 何北奪州災民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但中共官方卻下續客令 迫外地救援隊離開奪州 8月3日頗具實力的 公陽救援隊發布撤離公告 宣布當日常誤撤離奪州 公告稱撤離原因是接到應急管理部指令 稱當地災情平穩向好 現場救援力量儲保和過性狀態 影響正常指揮調度感 當地未信群的消息也證實了官方以下續客令 是一個名為奪州白時通一靈群的群中 有外地救援隊員表示 是奪州官方人員讓外地救援隊離開 人家說不用我們救援隊了 這名隊員透露 3日已經有70%的外地救援隊撤離 4日還會有更多救援隊撤離 去多網友猜測 官方不歡迎外地救援隊 最主要的考量應該是防止泄物 不想揚外地救援隊將當地災區的慘狀曝光 網友紛紛留言 老百姓以後只能自求多福 太罪惡了 古今中外都沒有這樣的政權 72小時黃金救援時間已經過去 救援隊紛紛被迫離開 中共軍隊這時候突然出現 他們來做什麼? 除了洪水的慢慢退去 受災的真實情況 死亡的人數都會浮出水面 而這次災情圍繞北京發生 任何民眾的抗議不滿 都會驚動驚成 所以軍隊是來維穩的 這兩日熱傳一個短子說 好消息是人民子弟兵終於來了 但壞消息是他們是來逮捕民眾維穩的 日前北京紅十字會通過逆保公益平台 在網上發起民訊異動 遲緩北京水災仇災群眾線上捐贈活動 過去中國紅十字會收到的社會捐款 被發現經過層層黑購只有極少的一部分 真正到達災民手中 因此去到網友表示 一分錢都不捐 有些在評論區留言 捐個屁 永遠忘不了郭美美 僅防電信詐騙 而2011年郭美美自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 在網上大肆懸吐 網友責疑所捐贈款被紅十字會揮霍亂用 受郭美美事件影響紅十字會獲捐金額暴跌 直接引爆他的誠信危機 對於日前北京發起的捐贈活動 許多網友紛紛捐款一分錢 故意讓紅十字會難堪 為避免惡意捐款 北京紅十字會將最低捐款額上調到一元人民幣 習近平最近撤換火箭軍司令員等高層 新任司令員政治委員分別由王口斌、徐西勝接任 兩人從未在火箭軍服役 分別具有海軍和空軍背景 時事評論員陳破空表示 新任火箭軍司令員是外巷、領導內巷 可能會引發火箭軍反彈、埋下兵變的禍根 陳破空用空降來形容火箭軍的人事變動 他認為在習近平眼中15萬火箭軍中 沒有任何人可以信任的 外巷、領導內巷 很多將領會不復、會出更多的事 一不注意就可能導致兵變 我認為習近平這次闖儲出手 他多疑可能幫火箭軍埋下一些不定時炸彈 前中共海軍宗教參謀姚誠指出 習近平一再整肅軍隊以史達軍心緩散 他說現在的火箭軍根本就打不到仗 人心都不是一齊 你說基地司令、他的領導、他的恩人都被抓了上來 他還會為你打仗嗎?火箭軍沒有戰鬥力了 7月26日中共軍委裝備發展部發布公告 偵襲裝備採購招標中的腐敗線索 並倒查6年以來私下歐連主動竊物等行為 2017年至今年3月 現任中共防長的李常福就任裝備發展部部長 姚誓認為發這個公告是要清查李常福 接下來軍隊會爆出更大的雷 分析人士中原表示 近期中國各種天災人禍不斷 中共軍隊、外交相繼出大事 經濟凋斃、失業劇增 上天正以各種方式不斷示警 紅潮灘塔的日子遠比大家想像得更快 中共大勢已去 跨台可能只是須餘之間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轉發給你的朋友 世時變幻、小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